大家好,我是编号十一号 今天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 阅读带给我新的契机 阅读带给我新的契机 阅读对现代人来说 是一件极少穷实的休闲活动 但是对我而言 阅读是我在休闲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它不但带给我乐趣 帮助我增广见闻 还让我体会不同的人生道理 例如,阅读食谱 可以让我了解如何做出一顿 像社会剧群的菜色 阅读旅游杂志 可以让我了解一个完全没造访过的国家 而且还是远距离教学 不用到当地就可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 阅读科学 杂志 可以让我了解不同生物的特征 及宇宙的奥秘 阅读历史故事 可以让我渐往之来 每个人都有喜欢读的书 而我最感兴趣的 就是侦探小说 以前妈妈拿给我看时 我连角色在说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如今的我 可以看从书中的一切无团 甚至连角色心里在想什么都知道 他也同样给我一些新的启发 带给我人生新的契机 首先 福尔摩斯一系列的小说 让我学习到 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福尔摩斯为什么能够解决所有的案件呢 关键在于 他会用不同的方法 及角度来思考问题 不会局限在一个死竹筒里 另外 他还让我学习到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就算福尔摩斯再厉害 智商再高 也会需要华盛这位好友的帮忙 才能顺利破案 最后 他让我学习到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重要性 让我对各项事物充满创新 勇于发现其中的可能性 阅读 曾经有人说过 阅读可以丰富人生 然而 随着科技的发达 人们现在变得很少阅读 只从科技享受 声光效果 然而 阅读所带来的一切 却能落入在每个人的心中 为生命带来新的契机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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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